2015年全球百家华文书店中国图书联展启动仪式 于2015年5月31日在温哥华举行 此次活动由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加拿大温哥华三连书店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刘飞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上之 加拿大政府国会议员杨肖会议 加拿大BC省政府议员李蔡明 以及温哥华劣质文士政府等代表出席了该仪式 今天咱们的吴上之局长带队来出席这个开幕式 我觉得刚才我说了就是中佳现在关系很好 今年2月份我们在这里在温哥华举办了中佳文化年的开幕式 那么这一次的图书展 也是我们中佳文化年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活动 所以今天的活动也很成功 我在这里祝中佳文化年成功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一方面是满足了海外华人读者的预录需求 我们在这里连展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出版物 同时呢也满足了加拿大和海外这个吉他读者 了解中国文化出版的需求 它的意义呢是多样的 一个就是满足了读者文化的需求 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和交往 因为书它确实是一算重要的倉口 也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我今天很光荣能够出来主持这个重大的这个书展 国内的北京来的尤其是厦门来的一些这个图书出版集团 来到我们这儿三点书店举办一个百家这个百家书店的核展连展 这个在温哥华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再次祝他们成功 浏览更多内容欢迎您登陆CNTVNA.co 感谢您的收看